12月24号下午,蒋总统在总统府接见韩国国政咨问委员丁一泉 总统对丁一泉再次来华访问表示欢迎之意 并解救中韩两国之间的各项合作事宜 以及这一个地区的国际县市相互交换意见 曾任韩国国务总理及国会议长的丁一泉 对于此行访华,再次受到我国政府的热诚接待表示感谢 并且向蒋总统说明了这次访华的行程及主要目的 今天在座坐牌的有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